第四關 洛杉磯 潮鬧 這一關呢 有很多的彩蛋參照 還是挺有意思的 基於這個是怎麼回事 我到時候又給大家慢慢講 一開始這個地方看到有一個列文 這一關給了很多這個 RPG的子彈 所以這個RPG不用太省 但是這個限彈槍呢 我覺得有必要省一點點 因為這個限彈槍可能用著用著就沒有子彈 然後看到上面這些敵人呢 如果你用RPG打的話其實挺麻煩的 如果他這樣站著 倒是沒什麼問題 這個叫East Town Tower 它是對ID公司的一個哭手吧 因為這個ID公司呢 以前的總部呢 叫一個叫TownEast的地方 就是跟現在這個East Town是反過來的 順便提一下這個 這裡面呢 有一個限彈槍的子彈 我們可以回來撿一撿 這用的有點過頭了 這個呢 是第一個秘密地點 當然我 欸 拿錯了 罷了 我們來到這邊 這一關呢 陷阱比較多 稍微小心一點 像剛才那樣 還好 沒事 這裡有一個盔甲 我們最後再來拿 原因是 下一關沒有盔甲 所以說 最好這一關保證這個盔甲 然後這個地方呢 會引起一發震動 然後這個ID總部 不是 這個哭手 IT總部就倒了 這個 然後公爵說了一句話說 他一點都不怕這個地震 實際上這個Quake呢 順便也是 跟雷神之鎚一語雙關 然後公爵的意思呢 就是說 我一點都不怕這個雷神之鎚的出現 會影響我的 動搖我的地位 就是這麼一個參照了 哎呀 浪費了 這裡進來之後呢 會刷一些執行者 稍微小心一點 所以不要急著去炸那個東西 用這個炸吧 拿到藍色鑰匙卡 然後這個刀的這個位置 蹲下 按一下 這樣的話可以找到第二個秘密地點 當然這個我們暫時還先不拿他 原因是最後呢 我想盡可能滿血滿盔甲過彎 然後從這個獵紋的這個地方往上來 來到一個很大的這個建築物裡面 咦 還有用過的盔甲 這個不錯 使用這個藍色鑰匙卡打開門 那我們又回到外面這個地方來了 這次倒是掉了挺多現彈槍的 那我用一下現彈槍好了 哎呀 把那個盔甲拿掉了 啊 沒事 什麼聲音 你怎麼下去的 這裡呢可以拿到一個毀滅炮 當然最後補充子彈的時候再回來 回來拿 因為這一關給了毀滅炮還挺多的 這裡上來呢會馬上遇到一個炮塔 所以說準備好毀滅炮 這裡準備好收小槍 這裡會刷一個突擊指揮官 它已經刷出來了 要是它出現這種情況的話 就這樣把它踩死吧 好 準備好毀滅炮 好像準備錯槍了 不應該準備毀滅炮 喔 痛 這個地方又會刷這些玩意 如果在遠處怎麼打這些玩意呢 就是用這個冷凍槍 然後把它冰住之後 用限量槍打一發就可以了 這是最好的辦法 從遠處解決它 哇 這是什麼東西飛過來了 可以看到那邊有很多執行者 最好的辦法呢 像我這樣跳一下 然後 往下打一發子彈 我覺得這樣是比較容易命中的 好的 馬上子彈 這個地方呢 比較麻煩 如果沒有噴擊背包的話呢 是要往那個 血量上面跳 哎 又是一次拿了兩個 我就是不想這樣 我想留著一個到後面 但是基本上都是不能成功 這關給的原子血量也是很少 把這個燒業機器人先幹掉 這混蛋跑到這麼下面 好的 然後 順著這個倒塌的塔上來 然後這個地方之後呢 不要太激動了 因為這個坑會掉下去 然後跳 聽到一個突擊指揮官的聲音 刷在後面了 我們先不要去理他 這個是第三個秘密地點 噢 這混蛋 但現在我們暫時還不 不急著去拿他 原因是呢 我們再次來到這個外面之後呢 會有很多的敵人刷出來 所以說現在正好呢 是用毀滅炮清理敵人的時候 這些呢 我建議大家 這樣 算了 今天這個不在狀態 這個地方建議不要用這個RPG來直接打 原因是 因為這個有可能那些突擊 突擊步兵呢 它會突然飛上來 然後跑到你的臉上 之後呢 你如果剛好在那裡打 RPG的話呢 你就知道錯了 拿上這個RPG 打開這個按鈕 居然沒死 這地方呢 拿到紅色鑰匙卡 這樣的話呢 呃 過關的點就在這裡了 打開這個紅色鑰匙門 然後從這個後面找到一個傳送門 然後我們的坐計 一個直升飛機 如果你出去的話呢 如果你用作弊的方法出去的話呢 它會說你不應該在這個地方 好了 那在走之前呢 我們先把所有敵人都清乾淨 之後我們就可以離開這個地方 我看看啊 這個地方通常會再刷兩個執行者出來 我們走回來 居然一槍打中了兩個 這不容易 敵人還有三個 因為這個突擊指揮官呢 它是會 在我們 在走到那個地方的時候刷出來 然後跳下來吧 子彈都撿到 這還有敵人是在哪兒啊 原來這裡又有一個用過的盔甲 這是好事情 這個再用一次 你看 有時候這個 我們來到這個地方呢 又會來回的刷怪 像這個 就很難解決它 就算用RPG呢 因為有飛行時間的原因 所以說 我這個辦法 用冰凍槍的辦法 是最好的 再來一發 最終呢 最好選擇線彈槍 原因是線彈槍呢 這個命中的概率是最大的 雖然說理論上 線彈槍打遠處 不是一個很給力的武器 但是在這個遊戲裡面 確實是挺屌的 而且這關給了很多這個 叫什麼來的 冷凍槍的子彈正好使用 這裡是第一個秘密地點 之前沒有標記 我現在正好來 拿東西順便把這個秘密地點都標記一下 然後跳過來 這裡的上來的原本方法呢 應該是這樣的 然後從這邊過來呢 還會刷幾個怪 所以說這個 哎呦呦呦呦呦 要這麼卡 謝謝 所以說這個怪的數量呢 很假 如果你每次觸發這個怪的數量 它又會重新刷新一些怪 為什麼突然這麼卡呢 我這電腦真的是 有時候很讓人鬱悶 看到沒啊這個下面又刷怪了 哦哦哦哦 那順便來這裡撿東西的時候呢 把所有的這個刷怪點也觸發了一遍 那就沒有問題了 最後我們還有什麼東西要拿的嗎 最後拿到這個 然後還差一點毀滅炮的子彈是吧 這箱東西別漏了 毀滅炮的子彈在那個建築裡面有 然後第二個秘密地點標記一下 這個是一個內固存沒什麼太多的意義 誒 我這血量剛才沒滿 好吧 傻掉了 這混蛋什麼時候出來的 還浪費了我一點點這個盔甲 當然這個無所謂了 然後我們飛過來就算了 接著時間 第三個秘密地點在這 這個還有一個東西可以打開 我們拿到一點東西 當然這個已經滿了 換上一個新的噴擊背包 然後這一關就 該結束了 誒我了個去 這機關槍子彈居然沒滿 罷了 不是重點這個 好了過關 這個洛杉磯吵鬧就到這裡結束了 這一關還是 這個哭手還是挺有意思的 算是對ID公司的一個小小的嘲諷吧 不過他的幽默感還是相當的充足 至於什麼其他的 本關比較煩人的地方就是那個東塔的上面 東城塔的上面 好像說到一個不太 不太關係的人的名字 這個塔上面經常會刷那些執行者 還有就是進入到最終的那個 房頂上面的房子的時候 一定要小心一點 這個外面刷了非常多的敵人 如果你冒冒然的回去的話 就會受到各方面的襲擊 所以說要小心一點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了 掌握好這個冰凍槍攻擊遠處的這個執行者 這關的難題基本上就解決了 當然最後還有若干個突擊指揮官 那個也是挺危險的 只要在那個地方小心一點就沒有問題了 好那麼今天視頻就到這裡結束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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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